來了 OMG 這邊就是我們游泳池 然後這邊有一個烤肉的台子 哈囉大家好,我是Lita 我是艾 今天呢 又是我們的開房間系列 好,我們現在開到一間非常厲害的房間 超厲害喔 我現在好開心喔 大概是我們開過最厲害的房間 大家看我們身後 太厲害了吧 這是什麼別墅莊園 我們來到歐洲了嗎 太誇張了 首先呢這個門就很浮誇了 標準大理石 而且它這個鐵門是不是會自己開的 會,變動 它就是會讓兩邊這樣敞開 人啊,車子就可以這樣子開進來 然後你看這一棟是我們獨棟的 超級美的 前面有嗎?後面還有 後面還有 後面還有,不是只有這樣子 對,旁邊這邊有池塘 後面有游泳池 我們等一下再過去看 這邊就可以停車了 然後你看這個院子 還有這個很漂亮的雕像 是不是就有一種來到歐洲的感覺 超漂亮的 超漂亮的啦 我們不能去開房間 好 老闆跟我們講了 他們說 他跟我說 他這一整個廚房啊 你看到的東西夾起來 對啊 就要一百多萬了 超扯 超級厲害的 欸真的很漂亮欸 對 這是夢幻中的廚房吧 對 一個吧檯 夢幻中的廚房吧 然後這個 它有印象 打開 這邊都是我們今天晚上有烤肉的食材 然後還有一堆酒的部分 然後外面當然是烤肉區 還有冰箱 我們先過去看看 在出去之前 先來介紹一下這邊的好了 這邊就是吃飯的餐桌區 用餐區 他的飯店好大 他的飯店加廚房是我們家的大小 真的 然後這邊的咖啡 都是可以喝的 就可以想喝就自己來按 然後他還有提供飲料 你可以喝 老闆剛剛給我們的果汁 再來就要來看一下 我們外面的空間 空間來了 OMG 這邊就是我們游泳池 然後這邊有一個烤肉的台子 這個地方你游泳的話 你都會曬黑 太浮誇了啦 直接家裡面的後院就是游泳池 我現在很想要把你這樣子 這個地方 踹下去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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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囪名鳥叫 我們這一棟絕對比隔壁還浮誇 有 因為他們絕對沒有這個吃湯 喜歡嗎? 都放的欸! 然後這邊還有這種 搖搖椅 我們等一下來划船 好多魚喔 我們等一下來划船 他說這邊是可以划船的喔 對啊 這個草地 人造草皮啊 對 我們等一下換個衣服就下來划船 好不好? 你看這個船超浮誇 超扯的欸 可以在自家的小池塘裡面划船 然後從這邊 就是通過去的就是大門 嗯 然後樓上就是我們要住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去樓上看看吧 好啦 讓大家上去介紹我們的房間之前呢 我想要來泡一杯咖啡 邊喝邊跟大家介紹 貴婦喔 是不是很有feel 然後這邊就是可以上卡拉OK的地方 我們的客廳區 然後從門口進來 這邊就是我們的麻將區 好啦 我們現在要上去了 走走走走 我們的房間在幾樓 欸 三樓 有夢幻的感覺嗎 好啊 那以後我們就住這種地方嗎 我們兩個人嗎? 對 我們兩個人就好 這樣我會怕 我們的房間在三樓 對 305 哇 這裡是 有點這樣挑高樓中樓的感覺 對 它就是挑高樓中樓 對 它是那種尖尖的屋頂 這邊也是有一個小空間 然後我們的房間在這邊 這是我們的房間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看夢幻 好可愛的藍色欸 對 很有緣欸 對 很有緣欸 真的好棒喔 我剛剛我有去看到其他間房間 只有這間是藍色 真的喔 真的 這間很漂亮 然後我們剛好這邊面對 嗨 大家好 這是肥波 這裡是VS Media 想讓更多人看到你嗎 歡迎來投稿 投稿連結就在這邊 這邊這邊這邊 這裡就是剛剛進來的那個大門 對 很有這種新溫夫妻的感覺有沒有 對 我們來介紹它裡面的東西吧 好 這邊有一個 大大的 化妝鏡 然後這裡有一個熱水壺 然後這個床頭櫃也是很漂亮欸 就是有一種復古的感覺有沒有 復古風啊 對啊 就是歐洲復古風 嗯哼 然後這個床 哎唷 軟嗎 很有彈性 不是那種完全軟下去的 是那種 它這個動的會有聲音嗎 它是 可能會有一點點 它是那種比較有彈性的 沒有那麼軟的 然後這邊還有一台咖啡機 欸我之前有想過要買這台咖啡機欸 它是那種膠囊咖啡 它送給兩顆 兩顆都給你喝 切草的 大概零剪片可以喝 可以喔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冰箱 Sample的小冰箱 裡面有兩杯水 嗯哼 OK 房間就是這樣簡簡單單的 哇喔 這是浴室的部分 喔喔 欸這個 地板的瓷磚很漂亮欸 嗯哼 這個也花色 然後它是乾濕分離 然後它有附 沐浴乳跟洗髮精 廁所外面這邊就是 自家的小池塘 好漂亮喔 來 耶 耶 偷偷給大家看一下這間房子 這間是別人睡的 但是我覺得很厲害 他們是三個人然後加一床 欸四個人加一床 五個人 它是前面有露台的 前面有大露台 哇 那間很漂亮 哇 前面是一個大露台 太漂亮了吧 哇 這裡有一個 很大露台 很漂亮的陽台 喔 原來它左右兩邊路還是通的 然後我覺得它最棒的地方在這邊 它的浴室 對 哇 很少女 很夢幻 浴缸 很漂亮 對 很棒 我們現在要來划船 欸 他 他進水 你幫我下面翹起來 下面翹起來 對 啊翹不起來 啊 天啊 你好啊 登船啊 有啊 可以啦 可以 女士優先 欸 我們會不會翻船啊 我們會不會翻船 女士優先 你先上去吧 女士優先吧 我會害怕 幫你扶啊 你會害怕什麼 我幫你扶啊 應該是 應該是 大家要先上 船會比較穩 是嗎 對 啊我先上啊 晚上再幫我推怎麼辦 啊就翻船而已啊 欸 我們要拿那個法吧 不論我們怎麼回來 哈哈 好 來 嚇死了 嚇死了 差點就回不來了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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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坐在槓槓上 不然會死 那你要來的沒有 好 我要上去囉 應該你要坐後面 男生在後面有比較穩 欸 有沒有看到 Nita比我中 欸欸欸欸 Nita真的比我中 進水了 哈哈 哈哈 我怎麼 進水 我怎麼會 我怎麼會沉啊 其實我覺得我蠻有天分的欸 自己摔了 我害怕 我要回岸上 好好玩喔 好可怕喔 不要晃 你不要晃 好啦還不錯啦 好累喔 加油 我開始有抓到那個訣竅了 有喔 我是有那個switch嗎 那個滑船那個 其實差不多欸 有差不多可以上班 啊 分 分 好可怕喔 剛剛才可以翻 好啊 上班囉 你要怎麼上來 對啊我先 不是啦 不是啦 你幹嘛 所以你等我 你先不要急 一試著一個人 所以你不要急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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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故意翻船是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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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們開房間的第二天早上 準備要來退房了 沒錯沒錯 那我們使用了這一棟民宿 一個晚上之後的心得是 非常棒非常好 非常好 小小的缺點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房間 租裝台上面很多螞蟻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他們這邊用了很多原木的家具 對 所以導致說 它這邊可能就是螞蟻會 比較多 對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浴室的那個水壓 跟水溫有點不是那麼穩定 哦 因為我們是在三樓 對 有可能啦 我們要聽它找對口 反正就是有這兩個小問題 但是 瞎不掩餘 我還是覺得這邊很棒 非常棒 嗯 然後前一天晚上我們還有在就是 戶外烤肉 還有在泳池游泳 都非常的chill 我覺得這裡就是 chill的極致 下午還要去滑水 對還要去滑船 反正我覺得在這邊的話 可以滿放鬆的 而且 這邊其實空氣也還不錯 因為周 周圍 是農田 分多斤 對 這邊保存的價錢是 原價好像是一個晚上四萬塊 對 四萬多 那這間維瓦地莊園民宿 就推薦給大家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話歡迎點按鈴鐺投降 還有追蹤我們的IG跟Facebook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